位在汐止高速公路桥下的凌晨市场 夏天不怕日晒 下雨天买菜也方便 不过动辄三十几度的高温 还是难免闷热 空气不流通也容易产生异味 所以市府市场出也在增加了排风设施 目前已经完成 财买民众也感觉比较凉耍 汐止凌晨市场在高速公路桥下做生意 买菜不必忍受日晒雨淋 再加上前后都有宽广的停车场成了优势 只是现在动辄三十几度的高温 还是有点闷热 所以这只会也赶紧向市场处反映 再增加排风设施 这回排风 这是因为 要加工的就是因为 土不够了 里面太热 所以还用加工的排风 来土就让里面的空气更好 不会这样热 还是说这样 不太坏了 虽然一开始已经装了好几步 不过已经不够用 就怕太闷热 民众逛起来不舒适 市场也容易产生异味 所以市场处也进行了硬体改善工程 在上个月已经进场施工 现在已经做好 再另外新增加了这一整排的排风扇 民众说市场逛起来更凉爽 其实之前来这个市场 就是会有一点点闷热 可是最近自从装电风扇之后 基本上来这边还蛮凉的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感受特别强烈 下雨天很方便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市场 基本上它都没有遮阳的 或遮雨的设备 但是这边其实好很多 我们这里进行 这个风扇比较热 但是我们现在有加工 这个提风机和电风 都有加工下去了 所以我们到现在来我们这里 没热 我们这里已经很清晰 很凉的了 尤其是落天 我们这里都没压到好 两个走道都有新增 排风扇 会将热气往外抽 铃声市场采买 不但停车方便 环境也更舒适 就陈慧琳希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